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,在联合国大会上直言反对美国者,他都记在心里,可谓是不加掩饰的威胁,在联合国关于以色列过度使用,武力打击巴勒斯坦民众的讨论上,黑利更是直接威胁他国,不能无视美国的意见。 其实黑利是美总统比较欣赏的人物,也是在贯彻美国优先和精致利基主义最坚决的人。 叙利亚在美英法空袭之后,将三国告到了联合国,黑利直接也就由此去回应,前不久,美国还要求联合国制裁,叙利亚老虎是指挥人哈桑将军,指责其在叙利亚内乱中存在乱杀乌辜的行为,导致美军雇佣兵死亡。 近期,叙利亚政府军顺利的解放南部地区,控制了叙利亚约旦边境,并且打通了通老格兰高地的通路,毫无疑问叙利亚政府军完全占据了主动。 除了战局上的优势,叙利亚政府军已经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,超过七年的战乱已经让民众认识到了美国的本质,认识到了反派武装的本质。 他们开始自觉的支持政府军,支持国家恢复统一和平。 俄罗斯为新网分析指出,当前是政府军已经在打击反派武装问题,上赢得了全面优势。 虽然美国、以色列、土耳其等都在竭力阻止巴沙尔巩固政权,但这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大势。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报道,美国难以接受在叙利亚的失败,因为这关乎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利益。 根据美媒报道,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7月1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程,美国应该替联合国行使权利,阻止市政府军对其他武装力量的围攻,避免人道主义危机。 根据报道,黑利呼吁联合国强势介入叙利亚局势,要求叙利亚内战各方立即停火,组织巴沙尔的武力进攻行动,从而确保叙利亚难民平安撤离。 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指出,叙利亚政府军从来没有阻止难民撤离,并且一直在保障难民安全撤离。 黑利以难民撤离为理由,要求联合国进入叙利局势,显然是比喻有用心的。 俄伯新网分析指出,以难民撤离为借口,要求美国替联合国行使权利,强势介入叙利局势,很显然不是为了难民,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。 因为外部势力的过多介入,只能延缓叙利亚和平进程。 对于叙利亚快速恢复和平毫无益处,而专家彼得斯泰指出,叙利亚政府军赢得局势主动,并且有希望快速结束内战恢复和平,从而尽早的开始重建,给需民众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。 黑利的言论显然与和平的目标被盗而驰。 伊朗世界报指出,黑利要求联合国施压叙利亚立即停止内战, 估计是为了让当地极端组织和极端叛军快速撤离。 毕竟美国大力扶持的叛军与极端武装大量投降对美国不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